我有过两段难忘的感情 第一段感情是在我大学时期 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见过彼此的父母 但因为毕业后规划不同 而和平分手 一年后发小给我发请柬 我才发现新娘是我的前女友 当时知道这个事情 我还挺难过的 这段感情最让我难受的 不是我们恋爱中的终吵或分手 而是我的发小和前女友在一起了 却没有告诉我 第二段感情 是我在一次出差期间遇到的 当时我在咖啡厅 她看起来温婉又文静 当我注意到她的时候 她也看向了我 一个眼神的对视 就好像传递了很多信息 可能我们就有 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吧 我就主动向她要了联系方式 之后的几天 我就约她一起吃饭 散步 我们两个也很聊得来 因为出差的缘故不能停留太久 临走前我决定向她表白 你冷冷 要不要我给你暖暖手 她没有拒绝我 我想她可能接受到 我的恋爱信号了吧 就顺势跟她表白了 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异地了 但我们每天都保持着联系 她也会突然到我的面前 给我一个惊喜 但是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 她总是理所应当地觉得 在节日或者今年日的时候 男生就应该给女生准备礼物 两个人吵架 无论谁对谁错 都应该是男生先低头认错 我却不太认同她说的这些应该 我觉得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 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用的 而不是男生单方面地 理所应当地去付出 回想这段感情 仪式感这件事上 确实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升温 去年母亲节的时候 我第一次送了我妈妈一树 康乃希 她都感动哭了 我才懂得了原来女生 无论多大的年龄 都是喜欢惊喜和仪式感的 如果我以后有了喜欢的女生 会在重要的节日里 送十一朵玫瑰 求婚的时候会送九十九朵玫瑰 一定会给她满满的仪式感 你理想中最好的恋爱状态 是怎样的呢 我想象中最好的恋爱状态 就是我们相处得非常有默契 比如晚上的时候我问她 饿吗 她就会马上拉着我的手 一起去吃消逸 我希望能和未来另一半 有这种心里有神会的默契